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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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盗墓的猖獗 很多时候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被动性的抢救发掘 也就是说哪里的古墓藏古遗址被盗了 或者因为自然灾害被破坏了 我们就赶快过去对它进行考古发掘 以求最大限度的将古墓藏古遗址里边的文物和历史信息抢救出来 1993年我们的一次抢救性发掘成为汉阳陵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发现 当时其实考古队正在进行杨陵南区外藏坑的考古发掘工作 有一天忽然就接到了当地群众打来的一个电话 说是在杨陵东边大约三四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古墓被盗了 我们的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就赶紧赶到了现场 结果发现在一片庄稼地里边有几个稻洞 他们当时就安排紧急对这个古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经过很长时间艰苦的发掘和细致的清理 眼前出现了一幕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的场景 在一个长方形的坑穴里边 是密密麻麻摆放着几百件的陶制的马牛羊 还有几十件裸体陶涌 还有大量的陶仓陶罐陶虎等生活器皿 原来这不是一座古墓 他跟之前发掘的汉阳陵的外藏坑非常的相像 这难道又发现了一条为汉景地埋葬陪葬品的外藏坑 可是这个地方去汉阳陵有三四公里远 这也太远了点吧 从这个距离上来看 这个好像似乎不太可能 可是问题是按照汉代的藏制 这种外藏坑 还有这种裸体陶涌 都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高等级的陪葬形式和陪葬品 其他的贵族大臣 要是采用 那可是僭阅 是违反制度的 弄跑是要治罪的 那么这座埋藏了这么多好东西的外藏坑 它和汉阳陵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号在考古队员的心里边 一直揣了十多年 这个谜底终于在2006年揭开了 经过我们的考古勘探 这座意外发掘的外藏坑 是属于一座陪葬墓的 在我参与发掘过的古墓葬里边 这座墓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这座墓南北长七十米 宽四十米 可是够大的 发掘之前呢 其实我们很想知道 究竟是谁 居然有资格拥有皇帝才配有的外藏坑和陪葬品呢 随着发掘的进行 我们越来越感到惊奇 因为这个陪葬墓实在是太大太深了 不但墓室的土方量大 而且还有一个长长的墓道 最后为了尽快的把挖出来的土方运出来 我们只好顺着墓道架设了专门的传送带 以加快出土的速度 就这样我们还挖了七八个月 这才总算发掘到了猪墓室 可是因为多次被盗 墓室里边几乎是空的 除了有些残碎的陶片 没剩下什么好东西 你说花了这么大的气力 结果呢 发现这个墓室里边空空如也 这别提多让人失望了 就在大家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 在东北角 大约长亿米 宽四十厘米的这么一个区域 我忽然发现 这有一块比较平整的土 明显是没有翻弄过的 我这个当时心里边是一阵惊喜 这个可能是盗墓贼把这块给漏下了 这得好好清理 我们就仔仔细细的把它做了这个清理 果然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 就在这么小的一个区域 居然出土了一套陶边庆和陶边中 那边中的架子 它的底座是盘龙的形象 边庆的架子 底座是硅背上站着一个凤鸟的形象 而且色彩保存的也比较好 非常的华美 高贵 边中和边庆都是当时的乐器 因为这些贵族在地地下 他也要歌舞娱乐 所以他就把这些乐器都带到墓里边去了 这个墓被倒成了这样 还出土了这么精美的文物 实在是让人有些意外 其实还有更让人意外的 1993年发掘的那座出土了上百件的 陶马陶牛陶羊的这个外藏坑 就在这座墓的墓室上边 就是这座墓的陪葬坑 这个总算解开了我们十多年的谜底 我们发掘完了以后 仔细观察 这座墓除了外藏坑 我们还看到墓葬的周围 还有深沟围城的墓园 这座墓葬规模巨大 设施完善 陪葬丰富 应当是当时地位很高的一位贵族 或者大臣的墓葬 那么这座规模巨大 等级很高的墓葬的墓主人 究竟是谁呢 考古工作能否得出确切的结论呢 类似这样的大型陪葬墓 在汉阳陵发现了有十几座 而汉阳陵的陪葬墓 竟然多达数百座 大多集中在汉阳陵公寺 汉阳陵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陪葬墓 葬在这里的又会是些什么人呢 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 我们从墓葬结构来看 当时的大臣即便地位再高 也只能使用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的墓 诸侯王呢 可以使用两端带墓道的中字形的这个墓葬形式 那皇帝用什么级别的墓呢 这皇帝啊 那级别就高了 皇帝当时用的是东南西北四面 各带一条墓道的雅字形的墓 这是最高等级的 是当时在秦汉以前的王和秦汉以后的皇帝 用的这么一个墓葬形式 这就是当时的藏制 用墓道的多少来表明身份地位 高地不同 因此呢 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挖的这座墓啊 尽管它的墓园面积和墓葬规模很大 但是它也只有一条墓道 这座墓呢 就在杨陵的司马道的北边 距离杨陵啊 大约有三千多米 这个杨陵司马道的两边啊 都是大臣的陪葬墓 这些墓呢 都排列在杨陵东司马道的南北两边 像我们发掘的这座墓啊 这样大规模 行之很大的墓葬 也有十多座 都在杨陵东司马道的北边 也就是杨陵的东北方向 那么这些墓 为什么都在地陵的东北方向上呢 因为当时长安城里边的官僚贵族啊 居住的时候啊 讲究要住在魏阳宫东门或者北门的外边 他们认为啊 这个地方最尊贵 当时呢 形容一个人的地位很高 就说他 位为通口 居列东地 就说 这个人封爵啊 封为侯爵 家呢 还住在魏阳宫的东边 所以他的地位就非常高了 汉景帝杨陵呢 就是一个地下王朝啊 因此 这些墓葬的安排 也要和生前的住宅一样 也得尽量安排在皇帝陵园的东边和北边 以表示阴间的甲地 我们挖的这座大墓啊 就在杨陵的东边 阴刚也是阴间的一座甲地啊 这样看来 墓主可能是当时位高权重的一位贵族或者大臣 可是具体是谁呢 因为没有发现带文字的文物 也没有任何历史记载 所以这个就不好说了 但是阳陵的陪葬墓 为什么数量这么多呢 这里边陪葬的都是贵族大臣吗 不是 这里还有他的家人 所以这块墓地啊 其实就是一个家族墓地 只要地方够大 他的后代子孙 只要情愿都可以埋进去的 当时的陪葬制度 真是很有人情味的 汉阳陵发现了数百座陪葬墓 而有关这些墓主人的相关历史记载却寥寥无奇 那么当年都是什么人才有资格陪葬地里 带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出土文物 能否为我们还原这一群体的模糊形象 提供一些线索呢 汉阳陵的陪葬墓区里 不仅葬入了贵族大臣 甚至还有他们的家人 皇家陵园的土地赐给大臣作为家族墓地 贵族大臣能否随意处置这些特殊的土地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继续为您解决 系列节目 《礼法寻宗汉阳陵》第十四集 和皇帝作邻居 根据史书记载 陪葬汉高祖长陵的大臣 都是像萧和 曹参 周伯这样的大功臣 到了汉景帝的时候 西汉王朝已经立国五十多年了 那些开国功臣们大多已经死去多年了 因此呢 陪葬者的身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在发掘的那座大墓的东边 还挖了一座墓葬 这座墓的规模呢 比上边那座大墓小得多 可是 它里边出土的这个文物啊 并不逊色 这个墓里边啊 发现了十多件色彩鲜艳的素衣陶俑文 有男有女 有宫手站立的 有寄座端着东西的 寄座呢 就是直视跪着 特别是这里边啊 有一件女泳 也是寄座的姿势 她的双手呢 上拱交合 通过半折半掩的长袖啊 我们看到 她是细眉凤眼 小翘鼻子 樱桃小口 可以说是面容娇好 那神情啊 透出一种羞涩又贤淑的样子 这些陶俑呢 应该都是象征在阴间世界 伺候牧主人的佣人 奴婢 除了这几件珍贵的陶俑 这个墓啊 还出土了一枚印章 他告诉我们 墓主的姓名叫周应 这个史书记载呢 汉景帝时代有两个周应 一个周应呢 是汉出名称周科的孙子 当初刘邦在沛县起事 周科呢 是积极响应 后来又跟随刘邦入关破秦 楚汉相争期间 周科呢奉命坚守刑仰 储君破城之后 周科是死不投降 相遇最后 将周科是活活逐死了 刘邦感念周科对他是一片忠心 便封他的儿子周成为高锦侯 但这个周成呢 却没出息 他后来参与谋反 并因此而被废除了爵位 汉景帝的时候啊 作为功臣的后代 这个周科的孙子周应又被封为神侯 另一个周应呢 也是功臣之后 也是在汉景帝的时候被封为多侯 不管是多侯周应还是神侯周应 他们的出身与经历都大体相仿 因此呢 我们很难断定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哪位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他们都是功臣之后 都是侯爵一击的高级贵族 这是陪葬杨林的高级贵族 那么陪葬杨林的还有什么人呢 史书记载 汉武帝的时候 丞相李菜在杨林的陪葬墓区里边 被赐了二十亩墓地 除了丞相这样的高官 太守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部级干部 也有资格陪葬地理 历史上有名的爱国志士苏武的父亲 苏建就陪葬杨林 这个苏建呢 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军事将 他年轻的时候 多次跟随大将军魏清 北极兄母 并因公得封平陵侯 但是后来 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匈奴的战役中 苏建担任右路军的总指挥 因为出师不力 溃败而归 他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不但被撤销了职务 还削去了这个爵位 勉为庶人 可是苏建呢 虽然有闪失 但他毕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 因此 时间不长 朝廷呢又再次启用他 任命他为与匈奴接壤的戴军太守 防守北疆 那么为什么汉景帝的阳陵 陪葬的大臣里边 没有我们一说起来就熟悉的名臣呢 因为汉景帝统治的那个时期 就是一个成平时代 是一个韬光养晦 发展经济的和平时代 虽然当时的社会经济稳定 百姓呢 安居乐业 但是没有机会让英雄人物脱颖而出啊 所以啊 他的陪葬大臣呢 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埋中啊 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 陪葬杨陵的 有像周应这样被封侯的高级贵族 还有像太守这样的省部级以上高官 而杨陵一座陪葬墓出土的 带有名门的铜钟 又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人群的线索 我们在发掘杨陵陪葬墓的时候 还在一座大墓里边啊 发现了一件铜钟 这个铜钟上面啊 刻着班义家铜钟 荣石斗 重萨五金 第二加工造的转字 班义家呢 是指封在班 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山东勒陵 这个地方的一个高级贵族 铜钟呢 是这件器物的名称 荣石斗 指的是它的容量 当时啊 一般是用来成久的 重萨五金 就说它自重三十五金 第二呢 一般指的是这件铜钟 是铜匹铸造 或者陪葬的器物中的第二件 加工造呢 就说这件器物啊 是在主人自家的手工作坊里边制造的 西汉当时啊 有给皇室女眷分封汤姆仪的惯例 其实就是封给你一块地 把这个地价的老百姓 交上来的税收啊 作为你的生活费用 汉书记载 说是列后所实现约国 皇太后 皇后 公主所实约仪 因此呢 他们的封地啊 通常都称为某某仪 因为太后 皇后都与皇帝合葬啊 这儿陪葬的这位呢 也就只可能是一位公主啊 因此呢 我们推测 这座墓葬的主人呢 可能是当时的一位公主 从我们上面讲的这些情况来看 汉景帝的时候 陪葬地灵的 有像周应这样被封侯的高级贵族 还有像李菜 苏建这样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要员 也有像公主这样的皇亲国戚等等 西汉地灵的陪葬制度 其实还很有人情味的 除了大臣本人 他的妻子子孙也都可以埋在里边 相当于把皇家陵园的土地啊 赐给大臣作为家族墓地了 那么土地赐给了大臣 是不是说大臣就可以自己随便处置呢 汉武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很有意思 我们前面讲了 当时的丞相李菜被赐葬杨陵 汉武帝在陪葬墓区呢 给他划布了二十墓地 按说 这个地啊也不小了 可是李菜这个人呢 很贪心 他觉得这二十墓地太少了 便利用丞相管理皇帝陵园的这么个职权 给自己为法划布了三秦地 就是三百墓地 他多占了这么多地 并非是给自己修墓 而是将这三秦墓地呢 倒卖了 得了赃款四十万钱 问题是他得了钱还想陪葬地灵 怎么办呢 他有办法 他居然在阳陵司马道两边的空地上 给自己画出了一墓地来修墓 可是这个事后来被人给告发了 汉武帝下令严肃查处 李菜呢 最后没法交代 被迫自杀 从李菜的这个事啊 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地灵陪葬墓区的地啊 那是绝不允许随意买卖的 大臣死后 陪葬地灵在汉代以前极为少见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 西汉地灵附近就设置有贵族大臣的陪葬墓 由此形成了一种制度 那么这种制度和汉高祖刘邦之间 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他对于稳定汉初政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他的背后又反映了西汉王朝怎样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离法寻宗汉阳陵第十四集 和皇帝作邻居 这种在皇帝陵墓附近 大规模设置贵族大臣的陪葬墓 是从西汉王朝开始的 西汉为什么要在地灵附近设置大臣的陪葬墓呢 我个人认为他主要有两条原因 其中一条与汉高祖刘邦的出身有关 刘邦出身寒门 他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平民皇帝 建立了汉王朝 使老百姓脱离了战乱 恢复了社会秩序 这刘邦可谓是建立了丰功伟绩 可问题是光有功还不行 还要有德 那么什么是德呢 当时就认为能与天下同意就是最大的德 其实就是实行分封制 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 他实行的是郡县制 没有分封诸侯 所以当时社会上就批评他是私天下 刘邦呢 就封了赵王张尔 齐王韩信 淮南王英部 梁王彭越等等人做诸侯王 而且他还分封功臣萧和 曹参等140多人为列侯 于是呢 大臣们就称颂刘邦 不但有拯救黎明百姓与水火 以按万民之德 更是有与功臣们共享天下之德 正因为刘邦有如此大功大德 所以他做了皇帝了 但是西汉的皇室仍然不踏实 汉高祖刘邦死后 吕后当政 他又专门下诏 强调说 高祖把有功的人都分地分口 老百姓也都安顿下来了 天下的人无不感受到这样的大恩大德 从此呢 我们可以看出 西汉王朝为了强化汉高祖刘邦 做皇帝的法理依据 针对比较抽象的德子 不惜大做文章 在这种为了稳固汉史江山 再三强调高祖之德的氛围之下 帝灵作为帝国在地下的延伸 让汉史以陪葬墓的方式再次分封 无疑再一次彰显了高祖刘邦之德 这也就是汉高祖常灵出现大量功臣陪葬墓的原因 此后呢 西汉帝灵陪葬墓作为一种制度 得以继承和延续 因此呢 汉景帝的杨邦才会出现大量的陪葬墓 西汉帝灵出现了大臣陪葬墓制度 可能还与当时的君臣关系比较融洽 政治氛围相对宽松 皇帝和大臣的身份还比较平等 有一定的关系 西汉帝灵设置贵族大臣的陪葬墓 他们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彰显汉高祖刘邦之德 将分封制推向地下王朝 以稳固西汉的统治 但这个事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的皇帝与大臣之间 还没有等级四年的身份差别 君臣相处还有一些人情味 正是这种人情味才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气氛 是大臣都能直属胸义 畅所欲言 表达自己的意见 因而才有了文景盛世 大汉气象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西汉地灵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浩劫 那么以节俭著称的汉景地的陵墓 杨陵能否逃过劫难呢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离法寻踪汉地阳陵 第十五集 地灵浩解